那最後就是自主換票聯盟 相互換黨代表的票 這個其實民進黨多了 對 很多 這個民進黨是勞先黨 這個 厲害厲害 國民黨後面是學的 學民進黨 民進黨那個換票換了 那 國民黨也很厲害啦 對不對 連婦女保障名額都可以算出來 這個才是經典 對 那個厲害 你知道有一次選中常委是這樣 因為他是中央委員互選嘛 那婦女保障名額你的票數不需要這麼高 那某一個派系就說我規劃世襲 可是我的票不夠 所以他故意推了一個女性 那女性的票可以少一點 結果世襲全上 你看那個算到多精準 這個厲害 這個算票厲害 有時候數學都很好才能搞政治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吃完馬肉了 馬肉 現在吃牛肉了 牛肉 來 看一下 我要表達一個反對的立場 拒絕美國牛絞肉牛內臟 台北市長喉嚨兵向馬總統開了第一槍 狂牛症的病毒啊 高溫之下就是不容易滅絕 尤其它主要是存在內臟 絞肉跟雞嘴裡面 所以從食品安全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更慎重的來評估這件事情 好龍斌是美國馬州大學食品科技博士 曾在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書 專業背景讓他說幾話來更有力道 但他難道不擔心外界又拿馬好心結做文章嗎 我們相關的資訊我們有讓總統府知道 早上九點鐘前 好龍斌才以電話告知馬總統他要開記者會 沒有討論雙方也沒達成任何默契 總統府事後只能表示 中央跟郝市府嚴格把關的目標是一致的 從上回博愛客區擴大限高爭議 台北市政府二度挑戰總統府 就瞭解這都是主戰派幕僚在操盤 畢竟連任壓力逼近 在市民權益跟政治考量之間 好龍斌得做出最有力的決定 好龍斌的這個反應我們待會討論 先問一下西平兄 因為我覺得馬英九的這個施政 他很重視民意 這個坦白講 這個我們大家都很多事件可以看得出來 像之前健保啦 那個民意反彈很大 還有那個能源稅也是學者都說了 那個官員都說了 然後後來也是就暫時喊咖 因為民意的反彈 所以這個美國牛肉的這個事情 會不會因為民意的反彈 加上好龍斌都站出來講話 所以最後會有一些轉彎 不過這次不會轉彎 對 這次不要 因為雙方已經談好簽約 這絕不然 馬英九其實犯了一個很大罪 就是他自己認為自己是沉默的魄力 他自己出訴也叫沉默魄力 但是有的時候破例是不能沉默的 你要給人民 你要給人民說清楚 那滿久以前 他第一次震怒是罵賴信員 說江城會第一次 到底談什麼什麼成果 民眾都不知道 只知道這個賣台 親中賣台 就民眾的親中賣台 事實上江城會第一次四個成果 對人民都有好處 你不能不說清楚 說明白先溝通 還有他罵國防部 你們都不會先事先溝通了 由於這次那個後來貓懶 他跟好龍明星結那一次 他很生氣 就發現人居然不能夠把事實的真相 清清楚楚的說清楚 他非常生氣 他震怒了這幾次 但為什麼這次你事先不說清楚了 因為說不沒辦法說 當然有辦法說了 我告訴你了 從去年五月他上任 全面投降怎麼說 哪有全面投降 不是 我覺得 跟剛才那件事情 跟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不了解 內情在那邊講 請你告訴我們 真的嗎 他去年五月上任之後 上任 美國就丟出兩個東西來 你一定要給我馬上通過 一個就是牛肉 我們這邊牛肉壓力太大了 韓國 日本都通過了 只有你台灣不通過 第二個就是買武器 一個買武器一個牛肉 你都要買 馬上就把它擋住 擋住之後 他向美國要了一大堆東西 韓國有全面開放嗎 韓國開放 就為了李明博 落得不是幾乎下台嗎 那個名叫16%嗎 抗拒不住美國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 我們向美國 要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幫我們加入TIFA TIFA實在我們非加入 TIFA老實說 在經濟消費上太大了 而且不但是TIFA 我們現在還積極要加入 EFTA EFTA壓力也更大 加入這些之後 EFTA之後 我們的關稅是零關稅 我們都已經有競爭力 你說我們就用個牛肉 可以換這麼多東西 還沒完 還沒完 我告訴你 甚至於我們這次到 我們到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葉英川去 去 我們都請美國人幫了很多忙 甚至這一次司徒文來 給他講說 你要我都給你 你要每簽證 我就給你 免稱證 沒有啦還沒有通過 但他要給嘛 他已經共識 他已經同意了 他沒有共識沒有同意 他不會講出來的 以一個外交官的謹慎 可是如果我們牛肉吃的不夠多 他會不會就不給我們 你聽我講嘛 第二個就是 還有一個共識 就是他要給我們引渡條約 因為他是中共最反對的 國與國才能簽證 簽引渡條約 多少年來 我們要跟美國簽引渡條約 都不行 那政府是不是要告訴我們說 他要拿牛肉去換這麼多東西 但是你聽懂 人民願不願意換 不是 而且美國給他壓力很大 給他一年多壓力 但這一年多中 他派了兩個代表團去研究 去跟美國談 然後研究裡面有多少危險 你要用什麼錯 他都不講 美國給我們是最好的措施 美國每一批 在美國要蓋保證 要蓋他最高級的保證 要經過美國 社會的檢驗才過來 如果說你過來有問題 你還要賠償 好 不管 考龍斌出來 我一定要講 第一個當他有選舉壓力 對不對 第二個他是專業 專業就是他一定要賣弄出來 他是視頻安全專業 第三個我認為是白臉黑臉 馬英九現在被迫 非通過不可 是白臉 他其實看到考龍斌幹黑臉 蠻高興的 第二線庶民把關 當年火雞肉 美國人逼迫我們開放 哇 那個龍民丟雞蛋 砸蕭萬長 砸蕭萬長全身都是雞蛋 被迫開放 現在你在市面上 可以輕易買到美國火雞肉嗎 沒有 庶民走第二關 你讓我進來 可以 我不吃我不買 火雞豆現在市面上沒有 那我告訴你 所以 好龍斌半黑臉 其實馬上就輕鬆 我覺得暗血 那我告訴你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你就講你是 你是被逼得要進美國牛肉嗎 他就沒講吧 你就說你被逼得你不進你會怎麼樣 可是問你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你明明就被逼得你還說你做了多少把關 我來補充一下 不通 台灣的條件跟日本不一樣 日本是只進口不帶骨的牛肉 而且20個月以下 而且日本是每一頭牛都檢查 那台灣呢 台灣現在說 我相信美國會出口安全的牛 因為他也要顧他國家的面子 可是我們政府的保證是什麼 是美國海關出口的文件 合格文件 台灣有沒有能力檢查普利昂變性蛋白 就是引起狂牛症的那個病毒 沒有 那我們所有的台灣人的安全 都靠美國人把關 這個是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個 我們是軍政府的所下的管轄 TIFA TIFA1994年台灣跟美國就簽了 而且到2007年總共開過7次會 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拿牛肉去換TIFA說不通 而且朱立倫昨天也講了 朱立倫自己親口講 他說跟TIFA沒有關係 那免簽證司徒文講說 台灣是列入第二波 那美國的第一波是什麼時候 那第二波什麼時候決定 不知道 搞不好2012年才決定也不一定 所以那個叫做牛肉在哪裡 對 我覺得這是讓大家最沒有辦法 理解跟接受的就是說 你如果比照韓國 OK 我們可以接受 韓國換到了什麼 韓國2007年跟美國簽了FTA 中間有一個簽FTA 在談的時候有一個條件說 韓國你要同意美國牛肉進口 韓國人也不是笨蛋 他說這樣我國內反韓壓力很大 所以他加了一條說 那你讓我韓國汽車零關稅 賣到美國去 美國人也同意了 所以2007年簽了FTA 2008年開放美國牛肉 所以韓國當時是百萬人民上街頭 然後連總統府清瓦台磚都被拆掉了 但是後來韓國還是接受 因為李明博出來跟韓國人民道歉說 對不起 但是我們換到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他跟韓國人民講得很清楚 所以韓國人可以接受 這一次就是到現在為止 如果說剛剛這個西平雄講這些 真的都是換到的 那你政府講清楚 重點在說明的宣傳上面 比如說你那個牛肉 比如說剛剛那個 你剛才講到那個內臟什麼東西 國外沒有這問題 是因為我們台灣人喜歡吃內臟 對 下水湯還有牛雜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要進來 但是這些牛雜的這個等級 跟另外一種我們講到什麼脊髓 那些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是在審查上面是不太一樣 第一個你有沒有講清楚 第二個 吳敦義這個行政院院長 他也跟我們講 他說有些內臟是不會讓他進來的 他哪些內臟是哪些個部分 你也沒有跟我們講的 是一個很實際的清楚 你剛才講到說 檢驗那個病毒那個東西 在沒有狀況沒有能力的檢控之下 那我們政府能做哪些努力 也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要強調是說 你今天整個整體事件 你做了這樣決定了以後 民眾的反彈 你要告訴我們說 好 我們現在遇到這種狀況 怎麼樣的反彈 剛才講到西平有講到說 那這個馬英九 那個華龍斌在做這個黑臉跟白臉 我也覺得 我也這樣認為解讀說 好像一個人當白臉 一個人當黑臉 但是白臉跟黑臉之間的要有默契 你瞭解我 你要有默契 我這邊開放 但我知道說一定是反彈 以前都是大哥說了算 第一次要演黑臉 不是 金音樂 本來是做一秀假打 叫變真打 你要當黑臉 你要讓美國人知道說 你來幫我 然後我要讓美國人知道說 我家裡面有一個中聯話 在那邊反對 所以我必須付他的意見 所以將來在跟美國談判 如果是要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我才有籌碼 現在就變成說 你這個黑臉跟白臉 一點默契都沒有 好像各放各的泡 然後變成 馬好心結又出來了